李克強北大河埋殺身之禍 還有兩個人對習來說最危險 李克強去世 習近平會一直恐懼不安 李克強北大校友揭中南海避民 中共戰機在南海向加拿大直升飛機發射照明彈 大陸再有年輕人拒絕復兵役遭重罰 退役軍人揭軍隊腐敗內幕 那些糾塞要小心了這些部門爭招公務員識不妙信號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1月4日 現在由李東梅為你報導新聞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前中共總理李克強在11月2日火化 外界密切關注 李克強撤死引發的政治動盪是否會持續 日經亞洲社論撰稿人鍾澤克爾認為 政治大氣的最新一幕其實才剛好賴害 習近平當局希望隨著李克強被火化 這場風波也能在11月告一段落 因為今年11月相當敏感 是白紙革命的一周年 鍾澤克爾 11月2日讚文表示 一年過去了很多中國的年輕人 還是找不到工作 還是感到很沮喪 他們會怎麼解讀李克強臨別時所說的 人在做天在看 這個將是中國政治和社會怎麼演變的關鍵 鍾澤克爾早前曾經引述消息人士說 在今年的北戴河會議上 曾慶紅、張特剛曾經對習近平發難 斥襲習近平的政策路線 威脅到政權的穩定 在曾慶紅訓斥習近平的時候 代表軍方的慈浩田就在旁邊一言不發 用沉默來表達對反習勢力的支持 現在鍾澤克爾再爆料說 李克強雖然沒有去北戴河 但是就在北戴河埋下殺身之禍 曾慶紅等人在去北戴河之前 曾經有一次元老的聚會 統一彼此的意見 李克強可能在這個時候 向這些元老提供了一些建議 消息人士告訴鍾澤克爾 李克強在中共內部的時候 是習近平永遠的對手 如果習近平因為意外要提早退休 那麼李克強就會接替他 因為李克強還很年輕 鍾澤克爾承認 現在李克強已經離世 相關消息也根本無重查證 但一位長期觀察中共政治的專家表示 在中國歷史巨論向前推進的時候 重要的不是哪些事被隱藏起來 而是哪些事被廣為接受 在當前的情形下 很多人都會相信所謂的陰謀論 外界在關注這件事會如何影響中國 習近平當局也通過輿論和社會管控 嚴防意外出現 大紀元主筆石山在《精英論壇》中表示 習近平還有可能會對汪洋動手 石山之所以提到汪洋 除了因為他和李克強都是團派 都是剛剛卸任的常委之外 還因為汪洋有可能是推背圖第57象提到的人 推背圖第57象是這麼說的 《誤信其財產吳越》 《從洋從此緝兵師》 吳越包括汪洋曾任書記的廣東 《從洋中有汪洋的名字》 這句話可以解釋為 從吳越出來的一個人 拿一盆水將火撲滅了 如果習近平也懷疑這個人是汪洋 那內鬥就會擴大 不過石山認為 對習近平來說 最危險的可能是習家軍 尤其是他的鐵桿親信蔡奇 推背圖第57象中這句話 不信其財產吳越 如果倒轉來讀 就是越吳產蔡奇 蔡奇正好就是敏越福建人 所以說 接下來蔡奇是不是會造反 外界不妨關注一下 下面是希望之聲記者 非真潘祥的採訪報導 11月2日 前總理李克強遺體 在北京八寶山公務火化 北京當局如臨大敵 出動大量警察、客醫人 對八寶山公務周邊 和北京長安街沿路實施管控 限制車輛人員的通行 對此 台灣亞太精英交流協會秘書長旺之勝 11月3日接受本台記者採訪時表示 大家都很清楚 中國透過維穩的禁聲方式 想方設法地封鎖李克強的死亡 壓制民眾的不滿情緒 目前中國的經濟不景氣 社會很脆弱 他說 這種恐懼也突顯出 第一個 習近平的恐懼 是來自於李克強的死亡 民眾的調念 不完全只是調言李克強 而是藉此機會 對習近平這幾年執政以來的不滿的宣洩 第二個 各式各樣的謠言 和各式各樣的聲音 是不是也顯示著 這種蠢蠢欲動的各式各樣的能量 其實還在蓄襲當中 就是說 並不是李克強火化下葬之日 就結束了習近平的恐懼 會不會李克強的死亡 變成另一個中共長期的惡夢 另外 王智誠表示 之後還會有各式各樣 有關對李克強死亡的推測的說法 真相是怎樣 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可以看到一個很諷刺的現實 就是習近平完全不被社會信任 也就是說 中國百姓已經不再相信共產黨 他們說的謊言太多了 他又說 也就是當這個領導人 或者當這個執政者 他不被信任的時候 他做什麼事情都凍結得救 做什麼事情都會被人用有色眼鏡 用一個不信任的眼光來看他 無論李克強是否自然死亡 民間就認為一定是習近平有陰謀在裡面 就是因為他這幾年來的執政信用破產 而導致不管他做什麼事情 大家都會用不信任的態度來看待來解釋 而這會形成一個惡性的魔性循環 就是習近平陷入最嚴重的一個陷阱 社會不信任 甚至包括中共本身的政治精英 對他不信任 他只能不斷地採取高壓和清洗的方式 一輪又一輪地去滿足他的安全感 這個心態恐怕會成為 未來習近平執政最大的夢魘 搞得他寢食難安 我覺得這是他執政以來最可悲的地方 黃君濤在11月2日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 他相信李克強確實是犯了習近平的忌 是被人弄死的 黃君濤解釋說 他瞭解李克強並沒有野心 沒有抱負甚至缺乏政治能力 不會對習近平有威脅 但是大家對李克強抱希望 這樣習近平就會坐立不安 今年的北戴河會議結束後 8月31日 李克強在敦煌莫高窟露面的視頻 在中國社交媒體上熱傳 然後被當局刪除 另外黃君濤揭示了中南海的一些內幕 他說 所有的退休告官都是被軟禁 他們的秘書、他們的警衛、通訊員、司機、廚師、勤務員都是特務 他們見誰不見誰都要被安 因為要佈置安保 但安保到後來不是真的為了保證安全 它成了一種規張制度 黃君濤以自己的父親為例 他說 我爸爸是中共政軍級官員這個級別 出入都要報告的 這樣政軍級以上的幹部 他們的出行更是要有紀錄、要報告 李克強肯定都是要被批准的 包括慈浩田和曾慶紅 他還說 當年前國家領導人葉劍英和鄧小平 也是通過子女來交往 他們之間不能交往 黃君濤還舉了一個例子 有一次在北大河 退休元老田紀雲和胡啟臘在散步的時候 無意中碰到 他們兩個人 彈了一口氣 擁抱了一下就走了 因為知道不能說多 他表示 二十大之後 習近平是絕對獨裁 退休高官更不能私下聚會 最後 黃君濤質疑官方的說詞 說李克強是在上海休息的時候出死的 因為按照中共高層的規定 中共領導人退休之後 一般不會輕易離經路面 他們的路面通常會被認為是釋放某種政治信號 一架中共戰機10月29日在南海國際水域上空 向一架加拿大軍用直升機前方發射照明彈 加拿大海軍稱中共行為是魯莽的 可能導致飛機墮落 CNN網站11月2日報導 加拿大皇家海軍護衛艦 阿泰華號的空軍少教米倫表示 當時他的直升機處於危險的境地 因為照明彈會進入船役或發動機 中共戰機的行為非常危險 不標準 不專業 事件發生的時候 米倫駕駛西科斯基船風直升機 離開阿泰華號 在西沙群島大約37公里以外的 國際水域上空飛行 搜尋一隻潛水艇 想不到與中共海軍殲-11戰鬥機相遇 共軍戰鬥機發射照明彈 當時共軍的戰機 距離他的直升機最近去到30米左右 另外米倫還說 當日早點的時候 他拿著這架直升機 在南海北部西沙群島 有55公里以外的國際水域飛行 中共的殲-11 近距離攔截他的直升機 中共戰鬥機圍繞著他的直升機 不斷盤旋 製造了危險的吞流 他表示自己的機組人員 現在在接受訓練 來應對共軍危險的攔截 並將繼續在南海國際水域上空飛越 南海130萬平方公里的水道 對國際貿易至關重要 估計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全球航運經過 價值數少美元 南海還擁有廣闊的肥沃漁場 中國對幾乎整個南海提出主權主張 2016年海牙國際法庭得出結論認為 中共沒有法律依據對南海大部分地區擁有主權 但中共無視這項裁決 這不是中共戰機第一次在南海空域 進行危險的攔截行為 美國印太司令部10月26日發聲明表示 10月24日晚間 在南海上空一架中共殲-11戰鬥機 攔截了美國空軍B-52轟炸機 這兩架軍機幾乎砍倒 他們之間的距離最短不超過3米 10月17日五角大樓表示 從2021年秋季以來 中共軍機已經在美國飛機附近 展開了近200次的危險行動 近日又有一名大陸年輕人 拒服兵役已被中共官方處罰 目前中共軍校招生如冷 甚至軍校大幅度降低六槌分數線 仍然招生不足 一名前中共軍人表示 中共軍隊不單止腐敗 而且摧殘人格 年輕人最好不要入軍隊 對他做出7項處罰 包括取消義務兵優待 罰款5萬元 兩年內不得陸為國家公務員 國有企業事業單位職工 還限制出國境 升學 報考高等院校 和參加成人教育考試 在小河的個人戶籍 服兵役那一欄 將永久避住 拒服兵役的字樣 來自中共深圳的 退役女兵白劉蘇 在10月份接受大紀元採訪的時候披露 她自己2005年高中畢業的時候入午 入了待遇非常好的北京某通訊部隊 發現那個地方特別腐敗 她說新兵來了都是要捱打的 班長還問我們拿錢 那些女兵還被領導拉去陪走陪睡 另外山東退役軍人張先生對新唐人表示 中國的軍隊不單止腐敗嚴重 而且摧殘人格 自己曾經是一名海軍 但因為性格太直 沒辦法適現軍隊 所以提前退役 張先生表示 在軍隊中 剛剛入午的士兵 會受到上級和老兵的欺負 不單要無條件地服從上級 還要經常受到上級的侮辱 要想升職 還需要不斷地巴結上級 譬如定期送禮給上級 和他們洗腳、洗襪、洗內褲等 這些人這樣被提拔上去之後 又會同樣地對待下級 被人感到毫無人格和尊嚴 另外張先生說 在軍隊中 經常會做一些不必要的體能訓練 例如爬高牆、越過障礙物 經常會有人受傷 如果因此造成傷殘 軍隊是不負責任的 張先生說 自己感覺就是一個工具 沒有人格的工具 近年來 習近平多次公開選稱要武統台灣 並反覆要求軍隊能夠打仗、打勝仗 前中共海軍宗教姚誠曾透露 中國的學生不願意入軍校 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想當兵 認為風險太大 中國多地出現公務員減薪 甚至發不出工資的情景 但今年中國有些機構 就出現公務員再擴招的現象 據稱是緩解巨大的就業壓力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 愛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表示 中共擴招的公務員都是為了增加稅收 打擊偷稅流稅和加強控制百姓 根據上官新聞11月2日的報導 山西省浮山、河曲、劉帆等6個縣 不僅設併縮減多個行政部門、事業單位編制 有些縣編制縮減數量超過1,000個 而實際情況是在職公務員要靠借錢發工資 甚至被拖欠工資 一位在大陸調查的知情人士李先生 向《大紀元》披露 北京市順義、昌平、平谷、門頭溝這4個區 要找朝陽區借錢才有錢發工資給公務員 而實際情況是在職公務員要靠借錢發工資 他們甚至被拖欠工資 謝田11月3日對本台記者表示 中國各級政府都有財政赤字的問題入不付出 整個經濟下滑、財政收入減少 所以政府承受很大的壓力 有些地方在削減公務員的獎金 甚至以前的獎金要退滑 他現在還不是很敢大規模地開除這些人 他會涉及中共的統治 但有些地方教師降薪已經開始了 但根據中共官媒報導 2024年國家公務員預計招錄3.96萬人 比去年增長6.7% 其中計劃招應界高校畢業生2.6萬個 他的職位主要集中在稅務、海關、鐵路公安、 出入境、邊防、總站等系統 其中國稅仍然是招考大戶 招錄1063個職位 總共是2408人 佔60.69% 對此 謝田教授表示 你看看他2024年招錄的主要職位是 稅務、海關、公安、出入境邊防、總站等系統 不是全方位、全系統在擴張 實際上在中共政府沒有錢的時候 他就想辦法在稅務上增加薄捐集稅來打主意 所以他要增加稅務人員 海關也在增加海關稅收 增加打擊逃稅、漏稅的力度 其他公安這些出入境 實際上是涉及中共整體 要加強對老百姓的控制 這些都是為了要拼命賺錢 加強控制 同時他還養了大批的公務員 另外 視頻人古春秋表示 中共現在要做的事 就是擴大中共中央的權力 加強所謂黨的領導 它要控制一切 很多地方政府其實都是破產 噴爛破產的狀態 公務員根本就養不起 而現在的擴招 實際上招的都是維穩部門、監控部門 中共中央發債券轉移給地方 進行基建或發工資等事情 說明中共的負擔會越來越重 因為地方政府還不起債務 中共沒有辦法只能接手 也不是地方政府全部倒閉 一片哀嚎 它為了不讓這種動亂的局面出現 它現在出手 只是緩解了這種危機 危機還要爆發 但是將來爆發的時候 這個危機更大 因為它直接威脅到的是 中共中央政府的權力 各位觀眾朋友 這一節的新聞就為您報導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留言、並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